問題就是我發現同學選舉範圍不太OK 這個日期跟選人民幣中間不能選 所以不能選B藍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這樣A B C這樣一起選 所以怎麼選呢 你記得我看AB 如果你假設美元折現 是不是可以選這樣 就不用像我剛剛一樣選這樣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我發現同學對Ctrl Shift向下有障礙 我自己是還蠻習慣的 因為不這樣選 你就不知道怎麼選到最下面 因為很麻煩 如果你假設照以前的方式就是你這樣選 然後這樣框起來 有沒有一直往下框 但是有時候框來框去就這樣感覺好像 哇這個線框後實在沒辦法控制 所以你要能夠控制的話 最好建議是選這樣子 然後Ctrl Shift向下 OK 那可是問題如果你假設你是人民幣的話 那邊日期跟人民幣跨 那怎麼辦 這杯子喔 優標放這邊Ctrl Shift向下 記得喔 優標先點A1 Ctrl Shift向下 這個是選A藍的部分 那如果再選C藍的話 就優標再點一下C喔 可是如果你現在點下去喔 假設沒有按Ctrl鍵 它這個A就不見了 所以要多選的話按Ctrl鍵 然後按C 這個時候Ctrl可以放開 再按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這兩個就分開選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這個很重要啦 如果你不會這樣選的話 有些時候你真的效果你就做不出來了 OK可能要稍微選一下喔 好 那另外我試一下 如果假設我不要選 直接就選A藍跟B藍 我看看插入這個能不能把它做出來 應該我記得好像也OK 所以假設你這樣A跟B也可以啦 可是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要選A跟B 我要選A跟C怎麼辦 一樣嘛 先選A再按Ctrl鍵 選C 這樣可不可以我看一下 插入 這邊也是可以啦 好像沒有問題喔 所以你選A藍跟C藍 這樣也可以 但是前提是要按Ctrl鍵 這個是絕對沒辦法省略的 好 那可是問題喔 我們還必須把它搬移過來 然後再把它做10個 哇那實在太累了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我做一件事喔 可以把它寫成VBA程式 然後它可以自動幫我放到那邊去 那應該怎麼做 欸其實也不難喔 接下來的話 你可能要學會 叫做開發人員裡面錄製劇 OK 那錄製劇 我覺得有些地方反而比 那個Charlie VT來得更好 更簡單 OK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嘛 那Charlie VT它給你一大堆程式 可能是不需要的 但是錄製的話你可以精簡一點 所以我們會需要做一件事喔 欸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這個美元折線圖 這個先把它刪掉好了 OK 我希望讓它自動幫我畫在那個位置 那應該怎麼做 那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喔 你們就先選這兩個範圍好了 選A1跟B1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好 選完之後的話呢 再按一下插入 這個地方 還有折線圖這個動作 那請你把這個動作錄製下來就好了 所以呢 待會請各位先選起來喔 OK 特別是第一步先把它選起來 選完之後的話 第二步 第一步先選範圍 第二步的話呢 直接從這邊找到錄製劇期 只要做剛剛那個動作就可以了 這個劇情名稱叫美元折線圖好了 OK 所以這邊給一個叫做美元折線圖 好 那名稱給它之後喔 按確定 就開始做剛剛那個動作 做完之後呢 直接停止錄製喔 OK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邊就要不要多做 多做的話它會錄一大堆不需要的程式喔 按確定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插入 折線圖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 點一下就可以了 好 完成之後呢 馬上呢 切到剛剛的開發人員 直接停止錄製 好 那我們就會自動產生一個 會是 美元折線圖的一個 劇期 在哪裡 劇期這邊有嗎 有沒有看到美元折線圖 有嗎 你可以按編輯 OK 你說老師那剛剛那個程式 他就幫你寫好了喔 所以錄製聚集喔 實際上就是 以色有幫你寫的一個程式 那個程式是SARB啦 所以呢 聚集喔 其實就是SARB啦 只是說翻譯的名稱 所以你以後看到聚集喔 你直覺就把它想成SARB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SARB呢 是以色有幫你寫出來的 你要看程式的話 你可以直接到聚集裡面按一下編輯 那你會發現呢 按編輯喔 它會自己幫你跳到Visual Basic裡面 欸 那有沒有發現喔 它的程式寫在哪裡喔 欸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是Module 1對不對 它呢 會自動幫你寫個Module 2 所以呢 如果你錄製聚集的話喔 它會自己先幫你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叫做Module 2 並且幫你產生一個新的SARB 叫做美元折線圖 所以我剛剛不是在聚集裡面 給它一個名稱叫美元折線圖嗎 欸對 所以它會幫你產生一個SARB 所以實際上聚集就是SARB OK 那SARB是不是等於聚集嘛 其實也不完全 因為SARB可能是翹起筆寫的 所以那個聚集指的是 以色有幫你寫出來的SARB OK喔 好那接下來呢 請你把底下這些註解 單銀號這個刪掉啦 所以實際上程式只有兩行 其實很簡潔喔 所以這把它Delete掉 那你說呢 老師那我如果假設要換 把這個執行的話會怎麼樣 跟各位講 你這個圖先刪掉了 如果你再把剛剛的這一段 美元折線圖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圖 再畫一個出來喔 所以你把它刪掉 刪掉之後呢 切回來喔 再執行它 欸 它會自己畫出來 欸 那你說老師那是不是人民幣也可以 對 其實喔 如果你假設喔 要畫那個什麼 人民幣折線圖的話 其實 道理一樣喔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喔 特別注意喔 就是這個地方 叫Set Source Data 目前的話呢 它的Range範圍是在A1到B39 所以你只要變更這個範圍 你就可以去取得不同的資料 但是啦 接下來我們如果說 第一個問題喔 你說老師那美元這些畫完喔 可是位置不對耶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搬到哪裡 搬到這個位置來 哪個位置喔 這個M1的儲存格 的左上角 欸 我第一個喔 我是希望說 可不可以幫我移到這邊來 那跟各位講喔 在Excel裡面的繪圖喔 它是參考左上角那一點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我要怎麼移動它啦 跟各位講 其實我查了一下喔 如果要移動這一張圖的話 它其實喔 有一些參數可以加 哪些參數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 這兩行程式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什麼 Active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增加一個sharp物件 sharp物件就是那個圖塊 在那個圖塊裡面呢 我做一個動作叫做 add chart2 欸 add嘛 增加一個圖 2的話應該是版本2吧 如果你說老師那 add chart2是個方法喔 那我可不可以有其他參數 我不知道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如果你要放add chart2上方 按F1 有沒有 你會發現你的那個 電腦不是給F1有沒有 那你 因為我們是筆電啦 所以可能要按那個 Fn function鍵 再按F1 它會跳出什麼呢 欸 這個地方會給你一個 它的使用方法的說明 有沒有發現 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方法我要怎麼用 語法有沒有 你這個語法 它總共可以傳這些參數 那你會發現 可是add chart2目前它傳幾個參數 好像只有傳兩個 一個是style 所以呢 332應該style style應該是摺線圖吧 332應該是摺線圖 然後呢 然後呢 幫我放在哪裡呢 直接就放在 M1這個儲存格的左上角 那怎麼敘述 很簡單 你就在這個 add chart2後面 再加一個豆點 豆點的話 指的就是增加一個參數 那第一個參數就是laps 那怎麼去敘述說 放在哪一個的左邊 那我就是放在這個M1的左邊 那你可以這樣跟他講說 range M1 裡面記得用一個文字 M1 然後呢 這左邊的話 就加一個.laps就可以了 點laps指的說 你幫我把這張圖畫出來 並且把坐標呢 放在這個M1的左邊這一條線 對齊就可以了 OK 那上面的話呢 上面另外一個屬性 一樣是根據M1 所以再把豆點 然後再加M1 然後再加一個屬性 叫點top 它是上面那一條線 幫我對齊M1的上面這一條線 它就對齊了 所以我加這兩個屬性之後 把它執行看一下 所以我加豆點 M1的laps 豆點 M1的top OK 好 加這兩行敘述 再把它執行一下 我們發現 它剛剛的那個位置 直接就把圖 就幫你擺在M1的位置 所以以後 你假如說 要把買一張圖 放在哪一個位置 就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你說是寬跟高不一樣 我希望寬 可不可以幫我把它變成 10籃的寬度 列的話呢 把它變成10列的高度 都是10好了 那其實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這個每一個籃的寬度都一樣 所以我還是以M1當基礎好了 我就是以這個M1的這個什麼 它的寬乘上10 因為這每一個都一樣寬嘛 所以乘上10 那不就剛好到這邊 那高的話 還是以M1的高乘上10 那不就是剛好10列高嗎 所以我的敘述方法是這樣 就是喔 在這個後面的再加上寬 寬的話就是豆點 然後再把M1 有沒有 RangeM1 有沒有 複製過來好了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with with的話就寬 Width這個 這個 這個屬性的話就是取得 這個有多寬 那我要10個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嘛 後面加一個乘10就可以了 乘上10喔 然後豆點高多高 一樣嘛 同樣的道理 這個rangeM1 一樣複製 然後再點高的話呢 它有個屬性叫Hight H有沒有 1 Ight這個 它的高 一樣乘上10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寫完了啦 所以 座標跟寬還有高 寬跟高都乘上10 這樣比較簡單 好 那我完成之後的話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 馬上 它就幫我放在M1的位置了 然後寬的話也是10個 高的話也是10個 這樣很方便耶 所以我只要執行這個 美元折線圖的話 那馬上就做出來了 可是你說老師 我在執行的話 它又會產生啦 可是我希望把它刪掉的話怎麼辦 你們可以看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有個山圖 第三頁這裡 底下這邊有個山 你就直接拿這個當範本算 山圖 然後底下的話就把它Ctrl C 貼過來好了 貼到這裡 山圖 然後把圖刪掉 這樣的話就有一個互動了 有沒有 美元折線圖有了 然後把它刪掉 這樣也有了 可是你說老師 那接下來我如果要畫什麼呢 人民幣折線圖怎麼辦 欸 人民幣折線圖 那其實很簡單嘛 拿美元折線圖來改就好了 有沒有 這邊改成什麼 把美元折線圖複製下來 改成人民幣好了 人民幣 好 然後呢 可是問題來了 欸這個怎麼改呢 其實到底應該很簡單嘛 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們坐標就不是M1了 而是M 因為差實列嘛 所以M11 所以其實這個改應該不難 第一個坐標把它改成M11 有沒有 Lab跟Top 然後寬跟高不改 這樣就OK了 不過你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它應該會出現什麼 欸 有了欸 但是不是人民幣耶 還是美元 為什麼 因為你底下的這個Source data 你還是指向A跟B嘛 所以我們最後的話 如果要改成人民幣的話 那其實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範圍改一下 可是問題怎麼樣改成A1 跟A39 C1跟C39 跟各位講 你可以把這個刪掉 工作表 這個都可以刪 錢的幅畫也可以刪 因為我們不需要絕對的坐標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直接改成這樣 就是A1 A39 有沒有 可是我有兩個範圍 可是如果兩個範圍的話 很簡單 直接加一個逗號就可以了 在A1 A39 後面加一個逗號 然後再加上C1 冒號 C39 這樣他就知道說 你的日期 在A 你的匯率的話 就是人民幣在C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同理可證 上面這個其實 如果假設你真的要改的話 美元折線圖 也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類似的寫法 就是A1到A39 直接把這邊改成B B1到B39 其實這樣也OK 因為你變成要拆成兩個範圍 一個取他的日期 一個取他的匯率 那就可以幫你畫出來 所以試一下好了 先把圖給刪掉 所以這個地方再把圖給刪掉 然後再畫人民幣看看 人民幣出現了 所以喔 美元一個OK 人民幣OK的話 那再來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全部 全部怎麼全部 所以全部有沒有辦法 那你總不可能說 再把人民幣再複製變歐元 然後再複製變日元 再以此類推 這樣變你要寫十個SARB 這樣好像有一點沒有效率 所以最後其實我是希望寫一個 叫全部折線圖 一次就幫你畫十張圖出來 OK 十張 可是問題這有點難 好啦如果你實在畫不出來 你就土法練高 那其實等於還沒學完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我剛剛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把美元折線圖 增加四個參數 如果你假設記不起來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第三頁 這個有黃色區域 這個就是我剛剛改的 還有增加一個三圖 另外再增加一個人民幣折線圖 就是這三段 試一下